Hello大家好,这里是星子 今天我们来做咖啡巧克力蛋糕 因为觉得味道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在视频里分别做了一个六寸蛋糕和一个蛋糕卷 所有的食材克数会写在描写或者评论区里 那么我们先从六寸的开始做 英文字幕翻译 做巧克力咖啡奶油的时候 需要把奶油和咖啡粉提前加热 我比较懒惰用微波炉 不过用锅煮到沸腾会更好一些 不然的话需要在加入巧克力之后 再反复的小心翼翼的加热 将准备好的巧克力咖啡酱 缓缓的倒进打发中的奶油 最后打发到纹路清晰就可以了 把卡好的蛋糕胚切成三片 我们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我调了一些咖啡酒 均匀的撒在每一片蛋糕上可以提升口感 然后可以均匀的涂上一层奶油 重复这一系列组装 直到蛋糕用完为止 做蛋糕卷的面糊用了相同的食材 因为面积比较大所以烘烤的时间会稍微缩短一些 做蛋糕卷的面糊用了相同的食材 auch做蛋糕 让它转变成30分之后 蛋糕之后在不放杂心的情况之下先卷一卷 定型之后再抹奶油会卷得更好看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